以下来,你会看到昨晚黑恐怖在线最精华、最精彩的部分 当然,如果你想看完昨晚全集的节目, 订个Q-Q,上回我们的网站, 就用我们的付费会员说话, 当然可以看完全集啦! YO! 好,龙力7月14日的紫时, 今晚刻在马来西亚做直播 今晚有个美女在身边, 美妈 美妈 美妈在身边 今晚要介绍一位马来西亚的演员, 其实她曾经在香港演过一部 都是跟一些灵意有关的戏, 不知道大家能否认得到她呢? 那这位呢,就是Lillian, 陳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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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等等 我刚才很害怕,你知道吗? 为什么? 后面突然打烂了个杯子, 所以搞到我现在心脂肪跳了 下来,可以吗? OK 好,再介绍过 OK 再介绍过 再介绍过 好,今晚我们有曾经做过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第二輯 是的 第二輯 是的,第二輯 是的,第二輯 你是做《猫妖》的 猫妖的 大家是否看到她? 是的 我现在想看一些反应 Lillian 是的 那不如说一下 你为什么过了香港的拍戏呢? 当初 其实是一个神迹来的 神迹?为什么? 是的 是的 因为当时我是 就是香港的经理人叫我过去 那我就很Nervous 真的很忐忑 想不想过去呢? 过去我是要重新再开始过 但是你一马拉演到游演戏了 是的 是的 接着所有东西都是要重新开始 那我就在想 如果我过去的话 又怎样怎样 那就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是的 又不知道那里的人是怎样 是的 香港的游乐圈就很复杂的 是不是? 好了 来了 那为什么会有神迹呢? 其实 当时十二点 我很记得 十二点 我在一个 shopping mall 就是和朋友在那里喝茶 接着 我就问 过不过去好呢? 怎样怎样 然后他说过了 为什么不过? 然后说我两点半班机 怎么办? 十二点? 就是两点半过去? 十二点? 我还在那里喝茶 是的 但是那班机是两点半 OK 然后他们就重拥我过去 ok ok 然后回去就好像倒垃圾 那样 那个行李箱就是 什么都可以了 ok 然后我就打电话 你可不可以过来载我 就是另外一个朋友 ok 可以 然后他又来载我了 他入邮了 入邮了 那时候已经是十二点四十五分了 接着我就在那里看着他 接着他很摸很摸 他现在的路程 其实是差不多一点多了 正常来说是一个小时前要check in 两个小时前 一个小时前 一个小时前 是吗? 我们两个小时前要到的了 是吗? 是啊 你们一个小时我们两个小时 真的 ok ok 那我就在那里想 唉 祈祷了 神啊神啊 祝你保佑我 希望上到机 希望上到机 希望那部机会delay ok 结果 结果 我去到那个check in 靠在那里 我就跟他说 喂 我一定要过去 今次对我来说 是人生一个很大的转变 是 接着那人就看着我了 接着他说 ok了 我手写给你 那张Walling Pass 好 接着之后我说 好啦 你上到机就上 上不到机就回出来了 接着我就跑跑跑跑跑 上到机 那些人 全部看着你 是 这个就是你 20分钟 就是陈慧明最迟的那个 是 迟了 上到机 不得了 因为他叫名的 是是是 接着之后我就叫 空仔 给我一张氩 然后我裏要盖 ok 接着之后 吃夜时间了 起床吃东西 吃东西 哇 反正我都上到机了 神都帮我了 是啊 為什麼我再 可不可以再 asking more than that 那我就再期待 那你要求什麼 做女主角 我說 神啊 God now I come to you and why not you give me a ticket champagne 因為當時是要參加那個長崎美少女 你是參加美少女比賽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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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期完討之後 我說 希望你給我獲冠軍 Champion OK 接著真是 最終那天 我真是 I did it OK 大家沒有看錯 他真是敗貓妖那個來的 是 都認得的 輪郭還很清晰的 是嗎 是啊 當時是包包麵 OK 現在就瘦了一點 是 其實我透過一位香港朋友 他和你鄰居 是 是 所以就認識了Lillian 我們其實今天在Lillian一個私房賽的地方是做直播的 是啊 是啊 那你現在一直都是做一些 蛋糕 蛋糕 是啊 一些 private event 明白 如果大家有時間 這一區就叫做 Damassarra and by you 我不懂得讀 JP 是嗎 是JP 還是PJ Anyway Anyway 是PJ PJ 這個區 Damassarra 這個區 Damassarra 好了 我就知道你的確有很多靈異事件 是啊 真是的 是嗎 有一件事是人生難忘的 是啊 和香港都有關 是嗎 是的 OK 什麼事呢 有一次我就放假了 沒有東西拍 就回來這裡 那我就去了一個海島 在哪裡 馬來西亞 在怡保那邊 OK 怡保那區 之後去完那個海島回來 整個路程裡面 我的樣子是變了的 怎樣呢 是很兇的樣子 但是我自己不發覺 是 我朋友他們知道 他們還特意拍了一張照片 哦 但是那張照片我找不到 嗯 回到香港 有一天就和我的經理人出去吃飯 就去了一間餐館 嗯 餐館裡面有一個經理 所謂叫做經理 OK 他就過來和我們聊天 嗯 然後他就和我的經理人就聊了兩句 然後就開始念經 他為你念經 他就在邊皮 他不是為我念經 他是在邊皮念經 哦 然後之後 我口不懂得唱 但是我心可以跟著他唱 即他在念經是你完全不懂的東西 我不懂的東西 但是我心裡面是跟著他唱的 哦 為什麼他這樣呢 我也很驚訝 是 當時 然後之後 他就走過來 喂 你這個女兒包 真的有多少 靈異體質哦 是 是 是 然後他就開始在我的旁邊 坐在我旁邊 這裡和我談 我念經 哦 然後我是看著我的 我的經理人是坐在你這個位置 接著是看著我的心 是這樣跳的 是真的跳出來 對 你的心 怎麼真的 會演戲的 真是演戲哦 我整個人呆了 你看到自己都是這樣 是的 那是很奇怪 你自己啵啵啵啵啵啵的 不是 是這個位置 會動 是會動的 會跳出來的 他就說 你這個女兒包是要去佛堂念經的 要去回歸拜的 要去佛堂念經 是,因為是貴拜的 為什麼呢? 嗯... 當時滋味呢? 當時,她說,你... 最重點的請大家看著 好了,就是這個 好像還有蒲,大哥 好,這件事呢,這麼多年恐怖在線 我是很記得的 亦都成為了一個靈異照片的經典 可以說,回到舊時那裡 既然今天這裡重開 究竟有沒有機會 我們在現場見到這個影像出現呢? 喂,主席,你好,2014年 我知道,你說的那張照片 你又知道 最靈異是不是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這個牆是有的 為什麼? 我多數在這裡寫的 OK 那我寫一下,聽到後面很折折 知道是那類東西,因為我看到的 怎料轉著面拿紙,是整個盤人 現在,就是2014年提供這張照片 張哥在我旁邊了,張哥 公理書院的... 師兄吧 師兄 其實,拍到這些所謂靈異照片 其實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嗎? 我不知道,因為種種原因很殘 懂得運氣很殘 真的嗎? 通常這些呢,就是我們叫老港 認到給你,就是有緣 最少有五個,有五個入了你身 蛤? 有五個靈體入了你身? 是 那你那時候沒有反應 完全不知道 是完全不知道的 OK 但是我回到酒店,經理人跟著我入房 看到我的樣子 哇,慧明 你的樣子很兇 嗯 我整個人都傻了 我說是嗎? 我沒事啊 我沒事啊 然後之後 那我就 正常來說 當時我是兩邊飛的 但是當時就是 我經理人說 你就沒有回馬拉了 你就要 based on 香港 做了你所謂的 要做的事 就是先幫你驅軌 是 但是你 你是回到馬拉旅行 是 去過海邊 才踩到這五個靈體 是 這五個靈體 是我前世的 冤親債主 哦 它說是冤親債主 是的 OK 我冤親債主 我冤親債主 是不是 要喝杯水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OK 冤親債主 要休息一下 那它就說 要安一個靈位給他們 哦 以前我真的安了一個靈位 但是你信不信 其實 為什麼你會信 信啊 為什麼你會信呢 我後面這裡的頭髮 整個都沒有了 一、二、三 即是鬼剃頭 是 一馬之間鬼剃頭 是 我真的信 哦 我信 為什麼我這麼信呢 是因為 當我沒有去佛堂 去跪拜的時候 我是骨折位 這些位 全部我的骨折位 是很痛的 很痛啊 你現在也痛啊 我現在 無管器 不要緊 現在無管器 現在不止無管器 而且那些小格子都起啊 因為 因為 有少許小格子起 所以大家不要記住 聲音沒有問題 都還好 因為那個 信號真的有點差 因為 是 我不知道 馬拉的 網絡 是否 應該是 我的網絡 OK 如果暫時看到 先頂住 聲音沒有問題 先頂住 好了 格子起 現在雞皮 是 五個靈體 要怎樣處理呢 其實當時 他跟我說 要在佛堂 按個靈位給他們 OK 每一個 即是 可以叫得出名 的 為何會叫到名 那個 師傅 那個師傅 幫我去找 哦 真的找出來 即是 誰誰 什麼名 那有沒有說 是 要拿名 他 因為 前世 他講回前世 就是 我前世 是 是一個 什麼人 花花公子 哦 花花公子 OK 就害了不少女兒 是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孩子也有關係嗎 這麼有趣的 哦 跟著 就要去做些事情給他們 是 安了個 安了個 神主牌給他們 在上環 在上環 某一間 觀音廟那裡 哦 OK 每一天 差不多一個星期 我要去四五天的 這麼多 在那裡跪拜 然後我感覺到 那個人跟我說 你進到佛堂 不要硬硬硬去看著佛 為什麼 因為我很習慣 我去 咦 怎麼這麼奇怪 這個佛像是 是什麼樣子 這個是我習慣 其實我沒有跟他講 哦 但是他知道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 很不禮貌 我不可以這樣嗎 是啊 有時候都會特地看著 譬如我信觀音 我都會看著觀音 我都會直接看 你可以看 你可以看 但是不可以硬硬硬 哦 就是像你瞪著人 是 我明白了 然後我就跪拜 我每一次跪拜 但是我的身體就會這樣 這樣搖 其實是不自覺的搖 就是我自己去搖 靈動 是 是 當我有一天 我說 因為天氣很潮濕 香港 我就很喜歡睡覺 是 我就覺得 今天天氣這麼潮濕 又這麼陰 我可不可以不去啊 我想睡覺啊 就不行了 就出事了 就出事了 當我一下床的時候 我的骨折位是痛的 哦 是痛的 我說要不要這樣啊 你可以不能放 放假假也不行呢 為什麼我每天都要去呢 是 是 然後 哎 死死地氣啊 換衣服 洗臉 洗臉 自己滾過去 滾過去 跪了 回來之後 我是好像人家那些鴨仔走路 哦 就是鴨仔走路 就是不平不平 就是 兩個腳 就是我不可以太大的動動 因為真的是痛 哦 有沒有看醫生啊 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哦 OK 又試過放血 放血啊 那醫生是說什麼呢 哦 不是醫生的關系 不是醫生 因為 呃 呃 放完血 那感覺就好些 是 這些位置就沒有那麼痛 哦 那他跪拜完之後回來呢 呃 其實是整個人是精神了的 那你一個星期去四五天啊 是 那不用拍戲啊 那時候 對嗎 那時候 好像不用 OK 那時候不用 那你維持了多久呢 這個 去 呃 拜回你的冤傷債主 那時候我是吃齋的 我吃齋的 我吃齋的 我是吃齋的 是 我不可以 呃 做這件事 不可以 呃 真的要吃齋 OK 要跪拜 要誠心 嗯 嗯 因為很欠重啊 頭髮又不好 然後 當時我是短頭髮 我剪短了 還沒流暢 那時候剛剛要流暢的 是 就不敢再剪短 那會不會好些呢 後來 後來 一連打後 我就覺得我 已經是忍不住了 因為 我覺得 我很想念馬來西亞 是 我很想回來 那當時 我經理人都阻止我 哦 那我就說 我不管了 哦 我要走了 是 年輕的時候 任性 是 那怎麼辦 回來了 那又沒有拜了 沒有拜了 不是 知道有一個這樣的事情 有時候去佛堂 都會誠心 回鄉 回鄉 然後之後 當時我經理人就說 你千萬千萬不要回去 有血光之災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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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我在這裡 不行啊 我太私鄉了 是 要回家 是 然後我說 就算死 我也 吃完了 是 然後回來 我真的撞車 真的撞車 是 哎呀 有多大件事 沒有了 又是看到最精彩最緊張的部分 就被人sharp cut了 對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你還欠一部 欠這一部 這個QR Code 就成為了我們的付費會員 當然 月費會員 就會看到我們全集的節目 究竟嘉賓講到下面的部分會怎樣呢 等你慢慢發覺